請部長還有陸委會文教處的華處長 可能都standby一下 謝謝 令委員你好 部長好 我很難相信今天這個題目 很明顯一定會涉及到審批暴批 那這些談判的事項 結果陸委會的主委自己沒有過來 那今天這一份報告裡面 我是一直到現在才看到 昨天的最後的時間 我聽說我好像也沒有及時送到 而且裡面完全沒有提到 這個審批暴批 也就是說這些出版品 還有包括表演者到中國大陸去表演 遇到的這些問題 所以我在這邊要幫大家問 我想請問部長以及處長 台灣的歌手到中國大陸去表演 遇到的這個暴批的這個制度 他有什麼樣的問題 去我瞭解他所謂的一個暴批 第一個他就時間很長 那麼他一層一層的 那麼第二個 那麼有的時候在省的這一級 在這個 對不起 在他所謂中國大陸中央這一級 都沒有問題的 但到了省級的這個部分 或到地方的部分 那麼他會另外 他會又有一些其他的 所謂的我們叫潛規則 他有一些問題出來 那麼第三個大的方向 常常我們跟他們訂的一些約定 但是去到最後等我們表演完了以後 那麼要跟他們收取一些費用的時候 他們常常說費用已經沒有了 或者我們已經超支了 或者已經透支了等等的這樣子的方式 所以這個對我們來說 對我們的表演藝術界的同仁來說 夥伴來說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所以我想部長你講的主要是 繁瑣的這部分 我們等一下到後面來談 我想這個很多人會更關注的 可能是包括剛剛我們今天主席提到的 就是這個言論自由的問題 他可能因為一些價值觀的問題 而他在歌詞上面 可能是中國大陸他們相關部門不喜歡 然後或是這個 只是那個表演者本人 就算他的歌曲 歌詞沒有問題 這個表演者不合他們的規定 他也不會讓他們去表演 我想請主委還有處長看一下這張照片 這個上面是這個之前 中國大陸的一個音樂節 正在演出的是一個台灣的歌手 右邊站著的是鎮豹武警 我下面特地把那些鎮豹武警 秀出來的這個比較清楚的這個照片 連在中國大陸的音樂人都說 他們自己的歌手 還有其他的國家的演出者 在參與這一場音樂節 都沒有這些鎮豹武警 只有台灣的歌手來的時候就出現了 這個是什麼世界奇景啊 是要鎮壓台灣歌手 可能會做出什麼事情嗎 我想這個部分我要問處長 我很想問主委 但是主委他今天丟給你 是 為您好 台灣的演出者到中國 要遭受像這樣子的刁難 前所未見的用鎮豹武警 來去監控台灣歌手的表演 那馬政府還說兩岸關係空前良好 這個跟台灣的人民的感受是相反的 我想要請問處長 在所有這個國際談判的過程 因為這個是你負責的 是陸委會負責的 很多的國家你們一定也都知道 他們在要求這些不自由不民主的國家 要跟他們談判的時候 他一定會提出包括對他們自己 民主跟人權現況的改善 才能夠進行談判 來交換利益 例如說對古巴 還有最近對越南對緬甸 很多的民主國家跟他們談判 都會提出具體的要求 民主化言論自由新聞自由 人權議題的具體改善 我們才要繼續談 我想要請問一下陸委會 過去這8年來有這樣子過嗎 對方不只是不民主不自由 而且還是個獨裁 而且還面對我們有敵意 我們有具體要求過嗎 跟委員報告 我們在兩岸交流中間 我們意思陸委會持續的就是 秉持一個對等尊嚴 相互尊重的態度 我問的是具體 有沒有要求過他人權要怎麼樣改善 言論自由要怎麼樣保障 才不會發生這種事情啊 我們有要求過你們言論自由要怎麼改善嗎 有關兩岸秩序對等不 好我想我想你真的很困難 因為主委丟給你 我直接在這邊告訴你們 在談判過程裡面 很容易就可以具體要求 為什麼 因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們自己的憲法第35條 就規定要保障言論自由跟出版自由 這個是他們自己的法律 他們自己的憲法 我們要求他們合他們的憲法 來保障言論自由 就像他們動不動說 請台灣也要遵守台灣自己的憲法 這個什麼什麼樣的原則一樣 他可以這樣跟我們講 我們有沒有跟他們講過一次這樣子的話 就你所知主委有這樣子跟他們要求過 在談判過程有說 有提出他們的憲法 具體的說 請你們按照你們自己中國憲法 保障這些人的言論自由跟出版自由嗎 具體的 合情合理的事情喔 有沒有一次八年來 跟委員報告 我們這兩岸資訊不對等的這一部分 憲法沒有資訊的問題 你要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Google就有啦 是 不用對方告訴你啦 有沒有真的具體這樣跟他提過 你在參與的談判過程 我們有曾經跟對方有明確的講 有關他對我們網站封鎖的事情 我講的不是這個 我講的就是很清楚依照他們的法律 他們就可以做的改善 我們從來沒有講嘛 講一些避重就輕的事情 才會搞到去年 今年現在連周子瑜的這事件 一再的這樣子的發生嘛 我想要再來問 這個是言論自由的部分 我們八年來從來沒有做任何具體的要求 來保障我們自己的歌手的表演的自由以外 剛剛我們部長也有提到 整個這個繁瑣的過程 要經過中共的中央宣傳局 中國政府的文化部 中央的公安部門 還有稅務部門 商務部門 地方文化部門 地方公安部門 真的要算起來的話 十幾個部門要審查 這個時間快的話幾個禮拜啊 慢的話要好幾個月 還要一直不見 中間還常常要花錢來處理 我想要請問一下 我知道你們都會說有要求 但他們都沒有做啦 那我真的不知道 我們有要求任何一件事情 對方有做的 我想要問你 如果今天有一個中國策展單位 邀請處長 請你來表演 但是告訴你說 這個辦下去要好幾個月喔 然後而且很可能辦到最後 可能也不會下來 建議你喔不用辦 你就我們就偷偷來表演好了 你建不建議你會不會答應 我們在兩岸加入中間 還是要經過一個合法合宜的程序 所以你建議不要這樣對不對 那如果真的答應了 你覺得去了以後會怎麼辦 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兩岸之間的交流 不應該有這種失序的一個狀態 我們希望還是有一個 那我要告訴你 事實上現在有多少台灣歌手 他們就是因為連對方的主辦單位 都這樣要求 說這個真的要辦太久了 所以你不如就來打黑工好了 結果這個過程裡面 我不要提出哪些歌手的名字 去了以後真的惹到麻煩的時候 變成被約談非法拘留 官商勾結合作恐嚇 最後甚至於花錢了事 不是像一般民主國家喔 一般民主國家是跟你講說 欸你這個是打黑工 所以我請你回去 你幾年之內不能來表演 不是 他最後可能是被拘留 非法拘留 而且還要花錢了事 我問你如果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 台灣的歌手在那邊要怎麼辦 我們有沒有相關單位可以幫他 如果有相關勢力的話 我們現在兩岸兩會之間 不管是海區會海區也好 我們陸委會國的也好 你講這些都是沒有發生過的啦 我告訴你真正實務上面 沒有人可以幫他們啦 真正實務上面 真正幫他們的 就是開始透過管道 問問看有什麼樣人情 人際關係幫個忙 現在我這個歌手被拘留 有沒有用錢可以解決 沒有人找過你們 因為你也沒有告訴過大家說 有這種問題 你們有公開告訴過大家嗎 你們在鼓勵大家跟中國交流的時候 有同時正視說有這麼多的台灣歌手在那邊 如同剛剛部長講的 要花錢解決 要走很多的潛規則 你有告訴大家有這個風險嗎 用一樣的篇幅 有沒有你在任何一個 過去八年來的文宣裡面 有沒有任何一個陸委會發出的文宣 告訴大家說去那邊很可怕喔 有沒有 一個就好 關於我方藝人跟副大陸所遭遇的問題 我們跟主管機關文化部一直都是相當關注 我們也會持續的透過管道跟路方溝通 表達我們的業政立場 我覺得你今天也只能講這樣啦 事實上主委來 我跟你講 你問所有台灣流行音樂的歌手 沒有看過任何你告訴大家可以解決的文件 八年來沒有任何 你沒有要求他們要保障我們的言論自由 按照他們的憲法 就算了 發生問題要怎麼辦 也沒有告訴過任何台灣的歌手 發生問題有這些可能性 可能要靠前解決 可能被非法拘留 也沒有告訴過任何台灣歌手 所以大家還是去 然後只能用這些 偷雞摸狗的方法來解決 在任何其他國家沒看過啦 然後你不去鼓勵大家去其他國家 你叫大家去中國 然後再害大家去送死 然後也不告訴大家要怎麼辦 我最後齁 本來今天主委如果在的話 我要跟夏主委說 因為現在有謠傳說 他有可能被留任 我很希望陸委會現場的同仁 告訴主委 我希望他如果真的被留任 一定要拋棄馬英九政府這種 放棄普世價值 視國人安全於無物 推諉卸責的這種談判模式 我不是說不能去中國大陸發展 可是真正發展發生的問題 沒有一向被解決 我希望 第一個我希望他不要被留任啦 他如果真的被留任了的話 不能用跟過去一模一樣的 這樣子的意識形態 要不然文化部的努力 全部通通都被浪費啦 我們發展這麼多好的文化 去那邊變成要這樣處理 謝謝 好 我們接著請許智姐會委員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